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周医生跟我摊牌那天 我才刚查出来怀孕 手里的化验单还没来得及拿给他看 周医生坐在沙发里 态度冷硬地告诉我 半年前他出轨了 现在外面的那个女人怀孕了 他想留下这个孩子 这样就得跟我离婚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可询问的话还没说出口 周医生已经料到我想说什么 他看着我的眼睛 面无表情地告诉我 你没听错 心像是被针扎过 密密麻麻地疼蔓延开来 我几乎就要站不稳 我从来都没想过 我的婚姻会出现问题 周医生长得很好看 可他性子冷淡 人也慢热 在学校时更是赫赫有名的理科学霸 喜欢他的女生有很多 唯我欺而不舍地追了两年 才把他追到手 我是真的很喜欢他 在一起后 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我找他 但他也理所当然地习惯了我的存在 大学毕业后 我俩就扯了症 恋爱三年 结婚两年 在一起不过才五年的时间 他就腻了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抖着手从包里拿化验单 想要告诉周医生 我也怀孕了 拿到一半 我突然停住了手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 拿出来又能怎样呢 扪心自问 出了鬼的周医生 就算同意回归家庭 继续跟我过日子 我还愿意吗 我不愿意 我觉得他恶心 无比的恶心 似乎是害怕我的纠缠 说完离婚 周医生就拿着钥匙出去了 没再看我一眼 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他才回来 我窝在沙发上哭了一夜 也想了一夜 我始终想不明白 周医生为什么会出轨 作为职场新秀 周医生打理着 渐渐走向没落的家族企业 也是因为他的接手 这两年生意明显有了起色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忙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白天工作 晚上应酬 早已成了他的常态 忙成这样 他怎么还能抽空出了个鬼 周医生回来后 就站在玄关处 双手抄都静静地看着我 他一点也体会不到我的绝望 我在沙发上跟他对视 即使双眼肿到 就剩下一条缝 也不知过了过久 我听到他说 哭够了吗 哭够了吗 回想在一起的这五年 偶尔发生争执 不管过错方是谁 我总是最先妥协的那一个 他从不曾哄过我 我的一厢情愿 到现在已经成了犯件 我从沙发上挣扎着站起来 小腹处传来细密的疼痛 我选择性忽视 只抬起下巴问周医生 为什么 为什么出轨 认识七年 在一起五年 昨天晚上 我幻想过无数种周医生 跟我说离婚的理由 只要不是出轨 任何一种 我都会原谅他 可偏偏他就是出轨了 周医生淡淡地别开眼睛 眉目间有几分不耐 没有为什么 李如格 缘分到头 咱们好聚好散不好吗 好一句 缘分到头好聚好散 在这一刻彻底心死 我在周医生 错愕的目光下点头 好 我艰难地扯了扯嘴角 咱们离 因为我的同意 离婚的路可谓一路顺畅 连双方家长都没通知 我俩就领了离婚证 和领结婚证时一样急促 周医生作为过错方 给了我很大一笔赔偿金 连家里那套房子 他都送给我了 结婚两年 他的行李只收拾了半天 我看着他拎着行李上车 离开 全程没有回头再看一眼 五年 我想 就算是养一条狗 多少也有感情了吧 周医生狠起来是真的很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突然想看看 他出轨的那个对象 到底有多好 竟能让周医生 做了自己生平 最不齿的出轨男 我到底是忍下没去看 既然已经离婚 互不打扰 是对曾经感情最好的尊重 离婚第二天 我收到了周医生 妹妹周苗的微信 她问我跟她哥一起 回家的那个女生是谁 这句话后面 还带着三个 无嘴偷笑的表情 我盯着那行字 看了半天 终是释然 我回 是你的新嫂子 回完这条微信 我直接删除了周苗的微信 周苗向来不喜欢我 发这条微信过来 也是故意让我心里不舒坦 我岂能如她所愿 我没有做单亲妈妈的勇气 于是在离婚第三天 去医院预约了 无痛人流手术 年过半百的妇科主任 板着一张脸告诉我 这个手术得有家人的陪同 家人在这个城市还真没有 但谁还没有几个好朋友了 手术那天 我叫上了闺蜜陪同 临近手术室 闺蜜突然拉住我的手 她满脸担忧 如如 你会后悔吗 会呀 我知道答案的 可这个答案有两种 无论哪一种 都是痛苦的 出院后 我去公司辞了职 我来这座城市 是为了周医生 如今要离开也是因为她 仔细想想 在前半生短暂的青春岁月里 我几乎都在围着周医生打转 则 难怪她会厌烦 自己的身体自己珍惜 我在家休息了一个月 临走时 也将房子委托中介挂了出去 在我收拾好行李 准备坐上飞机的前两个小时 周医生突然打来了电话 离婚一个多月 我俩可谓是断得干净 根本不存在在联系这一说 更不要提示周医生主动联系 我犹豫片刻 还是接通了电话 喂 周医生平淡的声音 隔着话筒传来 你要卖房子 我一愣 下意识地反问 不能卖吗 话筒那边一阵静默 凉酒 周医生才冷冷道 随你 说罢便挂断了电话 周医生是不是还觉得 我会像以前惯着他的脾气 可笑 我面无表情地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 在离开之前 走进附近的营业厅 注销了号码 今后 我不想跟周医生再有任何联系 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 这里的发展速度比较慢 生活也不像很多城市那样快节奏 年过八十岁的奶奶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就紧紧拉着我的手 一遍遍看着我 嘴里还不停地数落着我 不好好吃饭 又瘦了许多 我放慢了脚步 踏着夕阳的余晖 笑着跟他一起回家 一如少时 看着奶奶花白的头发 和勾搂到直不起来的腰背 心酸突然后知后觉地 在心头蔓延 我追逐在周医生身后的那许多年 我至亲的奶奶 甚至也数次徘徊在村口 等着大巴车上 是否会走下来他熟悉的那道身影 我是奶奶一手带大的 跟父母的感情并不深厚 这次离婚回来 我并没跟他们打招呼 在我回来的第十二天 隔壁邻居拿着手机来找奶奶 他看着我的目光有些复杂 我瞬间明白 那是我父母打来的电话 奶奶将电话递给我时 电话那头的女人 正在愤怒地咆哮 我面无表情地挂断电话 不出一分钟 电话再次打来 我刚喂了一声 那边咆哮声顿时比刚才的还大 我再次挂断电话 如此四五次后 电话那边的女人 终于平复下了心情 她不再高声咆哮 只是让我给她 我的新电话号码 她说离婚那么大的事 我都不跟她说 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抿了抿唇 淡淡地告诉她 在想 我离婚将近两个月了 你这次想起我的时间 比上次短些 那边一梗 再没有了声音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 父母生下我后 就决定出去闯闯 把我丢给了奶奶 过了几年 他们是赚了些钱 可他们身边也有了新的孩子 我多了一个妹妹 多了妹妹的理由 是因为我跟他们不亲近 后来暑假期间 他们也试图把我接到身边 培养感情 那时候 妹妹六岁 我十一岁 那个年纪的 我已经不屑于 跟小孩子争夺玩具了 可我那个统工 也没见过几次面的妹妹 却对我满是敌意 我将她胡乱扔在沙发上的 芭比娃娃 顺手放在桌子上 等父母下班回来 那些芭芭娃娃 却不知为何 有的缺了胳膊 有的少了腿 妹妹抱着芭比娃娃 撇嘴闷着深哭 她是知道的 她这样更惹人疼 父母看向我的眼神复杂 我努力辩解说 不是我做的 至今我仍记得 那一刻的无助 母亲摆了摆手 态度敷衍地说 行行行 我知道不是你做的 转头 她就在以为我听不见时 跟父亲说 这个孩子 怎么被你妈教成了这样 父亲不说话 显然也默认了那件事 就是我做的 后来他们买回了 更多漂亮的芭比娃娃 锁在一间杂物室里 那里的钥匙 只有他们三个有 我对海鲜有些过敏 奶奶记得最是清楚 家里的餐桌上 从来不会出现海鲜类的东西 在我来之前 奶奶还叮嘱母亲 不要让我碰海鲜类的食物 母亲点头硬下了 可在我来到他们家的第三天 我因为一碗海鲜粥去了医院 在急救室里 我几乎无法呼吸喘不过来气时 却听到了一门之隔 父母过躁的争吵声 母亲说 我怎么知道 她海鲜过敏 父亲的声音有着无奈 妈来的时候不是跟你说了 她说那么多事 我怎么记得住 母亲的声音有些尖锐 再说了 她都那么大了 自己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她自己不知道吗 我看她就是贪嘴 妹妹要吃 她要是不吃 不是亏得慌 而今 他们这般生气 大约是觉得 之前他们看不上眼的周医生 已经成了商场的后起之秀 我放走了能给他们 在生意带来便宜的金闺序 不然 他们怎么能想起来 跟我打电话 大约是姿势体大 我的父母 竟然在当天晚上赶了回来 跟在他们身后的 还有我那个上大学的妹妹 我俩视线相对 她眼里的幸灾乐祸 甚至还没来得及收 两年多不见 父母看上去老了很多 眼角的皱纹不笑时 看过去也很清晰 法令纹也生了许多 尤其是母亲的面相 看过去竟有些刻薄 母亲并不理会奶奶 兴高采烈的问候 而是冷冷地向我瞥来一眼 她还没来得及坐下 就怒斥道 刘阁 你翅膀硬了是吧 离婚那么大的事 居然也不跟我们商量 奶奶震惊于这个消息 看看她 又看看我 嘴角念如几下 到底没说什么 我自知亲情浅薄 心里并无波澜 只撸着怀里的梨花猫 不语 母亲最是见不得我的 这副模样 她声音陡然尖锐起来 李如格 这就是你对你亲妈的态度 简直毫无教养 怪不得你婚姻会失败 你 眼见她越说越不像话 父亲突然伸手拉了拉她 她责了一声 神情似是不满 你真是气昏了头 怎么能这么说孩子 母亲自知失言 也拉不下脸跟我道歉 冷哼一声 别过脸去 父亲也有些为难地看着我 那表情好像是要我去跟母亲道歉 哼 被骂的那个是我 我还要去道歉 凭什么 当子女的南城生来就欠父母的 奶奶端来茶水 小生跟父母说 有什么事要好好跟孩子说 母亲有些嫌弃地看她一眼 你知道什么 我看李如格那么大胆子 都是你惯出来的 她惯是爱把奶奶当作出气筒 为了家庭和睦 奶奶从来都是默默忍受 我将怀里的梨花猫放在地上 看着她迈着小碎不远去 才转头看向父亲 我问她 你们怎么知道我离婚了 父亲善善笑了下 小周给我和你妈打了电话 说这段时间联系不到你 有些担心 我抿了抿唇 突然觉得好笑 出轨的是她 先提离婚的是她 说缘分到头 好聚好散的还是她 我不纠缠 既然离了 没有孩子的牵制 我必定是要同她断干净的 可她这又是在犯什么贱 母亲还在那里叙叙叨叨地说着 周医生怎么怎么好 每说周医生一点好 还要一有所指地说 我性格差劲 周医生肯包容 我就不错了等等 我手里捧着水杯 小口小口的泯水喝 等一杯水喝完 她把关于我之前的旧账 也翻得差不多了 最后得出一个 我脑子不正常的结论 是啊 但凡脑子正常 也不会再陪周医生苦了五年后 在她终于迎来 田石同意跟她离婚 不管母亲怎么恶语相向 我跟周医生离了就是离了 万没有后悔的余地 在哭了一夜 没得到只言片语安慰的那日 我幡然醒悟 余生还很漫长 何必浪费在一个不爱我的人身上 最后 母亲得出结论 周医生在商场上的势头如日中天 这个商场新贵 今后有着无限潜能 我绝不能就那么轻易地跟她离了婚 他们说 就算离婚 周医生公司的股份 最低也得分我个百分之十左右 我按了按隐隐犯痛的眉心 打断他们的商议 说够了吗 父母亲同时转头看向我 我懒得转弯抹角 淡淡道 说够了就走吧 趁还能买到回去的票 母亲瞪着眼睛 好半赏才指着我的鼻子 再次破口大骂 他骂我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骂我生姓梁博 我瞥他一眼 站起身走了出去 梁博会遗传 而我的生姓梁博 遗传自他们 怪不得旁人 我在镇上找了间旅馆住下 刚安顿好周医生就打来电话 我看着那十一个熟记于心的数字 由于片刻 还是没接 周医生并不气馁 很快打来了第二个 第三个 在他打来第七通电话时 我接通了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只有周医生平稳的呼吸声 我也不说话 垂眸看着不断变动的通话时间 等他变成二开头 我打断沉默 缘分到头 好聚好散 这话是你说的 我没有跟前夫五段思连的习惯 周医生 不管是什么事 都别来找我了 那边依旧是沉默 我没想着等周医生的回答 挂断电话后 顺手将周医生拉到了黑名单 闺蜜说的没错 垃圾就盖在垃圾桶里待着 婚姻上在时 周医生也没见得有多好 现在都离婚了 又来草什么一往情深人设 不觉得虚伪吗 我了解我的父母亲 他们从苦日子里过来后 就特别不想再过回去 本然也不会造就我与他们的不亲近 这次回来 他们大概连一周都住不到 我不想见他们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回去 我将手机关机 在镇上的旅馆里住了七天 第七天的傍晚 奶奶拄着她那根破旧的拐杖 盘山着步子找到了我 这个年过八旬的老人 卖着小碎布 从村里一点点找寻到了镇上 我甚至能想象得出 她一路问寻找过来的模样 奶奶花白的头发被残阳照出晨光 统共也没剩下几颗牙的嘴 在冲我笑着 她说 小卢阁 他们走了 奶奶接你回家 恍然想起哨时 我下了夜自习无论多晚 她都会在村口等我回家 我以为我历尽千番 该是过了哭哭啼啼的年纪 可那一刻还是没忍住泪如雨下 我跟奶奶回去后 才把手机开机 不出意外 父母亲两人在微信里 发给我许多小作文 话里话外 都是在怒斥我的不懂事 我根本懒得点开看 周医生也用陌生的手机号 发来了信息 大抵意思 是让我好好生活 她这次只是想确认我的安全 毕竟我们也是夫妻一场 今后她不会再找我 我们各自安好 后面又说 她今后每个月会给我一定的生活费 我没将那句话放在心上 卡里七位数的余额 给足了我底气 我想看山河辽阔 想看山川湖泊 也想看日出日落 带着奶奶旅游的第二年 我在他乡遇到了高中时期的一个学长 我依稀还记得当年她成绩很好 为人却沉默寡言 我跟她的接触不多 只知道曾有那么个人 后来 我们也在同一所大学 也不可避免地见过几面 到底只是点头之交 她背着相机 带着简单的行囊 也在奔走旅游 她相遇故知 再加上我俩下一站 要去的目的地相同 索性结伴而行 学长话不多 尊老爱幼 也会察言观色 更会哄老人开心 奶奶很喜欢她 夜晚 我跟奶奶一起躺在床上 透过天窗看窗外的繁星 奶奶突然道 小苏那孩子挺好的 我明白奶奶的意思 碎干巴巴地笑了两声 是挺好的 在儿女情长方面 老年人的心思 总会格外敏感些 可我与学长 虽志同道合 却有难以跨越的鸿沟 我欣赏她 并不代表我喜欢她 我猜 她该是同我一样 奶奶上了年纪 每到一处地方 总要先休息两天 才能缓过来 如此一来 我便担心会耽误到 学长的行程 总想着让她先走 对于我的提议 她并未拒绝 直到 下一站再分开不迟 我也想在这里多住几天 烟雨江南 古镇景色 美若一幅画 身处此等美景 我心情明朗许多 便没忍住 多看了学长几眼 同中医生那种 张扬的长相不同 学长五官 虽也是棱角分明 看过去 却平天几分柔和 书卷气息很重 打眼一看 就觉得她是个很好相处的人 察觉到我的视线 学长卢雅笑得了下 远处曾乱起伏的山川 印在她黑眸里 给人一种豁达的感觉 古镇小道弯弯绕绕 绵绵细雨 激起几层稀薄的白雾 这般景象恍如先进 我同奶奶说 想出去走走 奶奶沿上岁数 不愿多走 她跟镇上 与她年龄相仿的老太太 同坐一处屋檐下 她们彼此说着绕口的方言版普通话 也不知对方听没听懂 说到信头上 自己忍不住先笑开了 而后她们几个便笑成一团 我站在不远处看了一会儿 身后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我侧手看去 朦胧烟雨中 青年手指 玉骨有伞 缓步向我走来 她在我身旁站定 萧萧素素 风姿特秀 是我从来都不曾见过的模样 学长问我 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 正合我意 我俩共持一把油伞 在青砖绿瓦的古镇中游走 她话不多 许多聊天的话题 都是由我提起 她听得认真 回答得也一板一眼 像是在极力寻找一个标准答案 倒是有趣 也是可惜 我早已过了会动心的年纪 我与学长在下一站分道扬镳 此后 我又越过三座高山 踏过两条湖泊 再未见到她的身影 我与奶奶出东出门 回来的时候已是夏末 奶奶脸上笑容多了许多 她拄着拐杖出门唠嗑 逢人就说她这段时间 见过的辽阔山河 村里与奶奶年龄相仿的老人 有好几个 纵使奶奶描述的词汇匮匮乏 她们无不流露出向往与羡慕的神色 也有人看不得奶奶高兴 茶余饭后总是意犹所指问我婚姻的事 奶奶笑意将在脸上 两久空于一声叹息 年轻人的事 咱们管不了 她白手说道 挑起话头的老婆婆露出意味深长的眼神 这个话题这才算就此打住 在家休息了几天 我对人生开始有了新的规划 大学我学的是土木系 自己的课没学多好 农学课倒是没少蹭 乡下这种小镇 最多的就是土地 我承包了几亩地 想着种些花麦 后来的日子里 钟苗又在微信上联系了我几次 话里话外都是在试探我 是不是真的忘了她哥 我曾经那么深刻地爱过 这般洒脱离开 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以退为进 在周医生身上浪费的时间多 花费的心思更多 离开的代价是牺牲那么多年的青春 成本确实有些大 那段时间 我包下的那几亩地 正需要搭建塑料大棚 没空理它 也不想理它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我没那么不识去 最起码还是懂得及时止色 塑料大棚即将搭好时 我家迎来一个旧客 她坐在院子里跟奶奶说话 挤背笔直 夕阳洒落在她的侧颜上 柔和且清俊 似有所觉 学长侧眸看向我 她露出浅浅的笑 路过这里 便想着来看看你 我那颗死寂许久的心脏 突然重重 跳了一个节拍 片刻后又恢复如常 说来看看我的学长 已经住下后 再也不提离开的意思 她总是在每个清晨 同我一起出门 带着她的相机 跟在我后面边走边拍摄 有时候我走出很远 她还停住在原地 我便停下来等她 带到了地方 她调出拍摄的风景 同我一起看 晨起薄雾 鸟鸟吹烟 交织农田 错落有致 几家房屋 引在碧水青山间 小镇风景 自别有一番滋味 恍然回神 我才发觉 不知何时 我俩静离的这般紧 相视一眼 又慌乱地别开 我看到一丝薄红 在学长耳间 无声蔓延 我终于后知后觉地 意识到了不对劲 于是 在花种破土而出那日 我约学长在花田的木屋里小酌 酒意上头时 我将这些年 与周医生的那些纠葛 全盘拖出 学长威正 他这般聪明 怎会听不懂我的言外之意 片刻后 他叹息一声 昏黄的灯光下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你不必说 我都知道 却不愿说 他是怎么知道的 对周医生狂热的爱意退去后 我不知道 自己还有没有去爱别人的能力 但我知道 不该是现在 夏末种下的花 初秋抽了新芽 在领冬接出一个小小的花苞 学长的相机 记录了他们的所有生长 他从一个想要走遍 辽阔山河的旅游博主 变成养殖博主 且乐在其中 习惯是种很可怕的东西 我却不得不承认 短短几个月的相处 我竟习惯了学长的陪伴 匆匆忙忙又是新年 历春那天 塑料棚里的玫瑰和月季 同时开了花 我分不清玫瑰和月季 索性各摘一朵 捧在手心仔细观摩 学长无声凑了过来 他俯下身 同我一起观察两种花的不同 离得太近 灶脚的香味环绕在鼻息间 清爽好闻 我不知抽了风 突然问他 学长你分的青玫瑰和月季吗 分的青玫瑰和月季 分得出我和他吗 长期在网络上冲浪的学长 在确定了自己的内心后 在三月底那天 我与学长确定了关系 我们的相处模式 并没有因为关系的改变而转变 相处大半年 学长性格温和 一如初见 过了三月 我的花田彻底打开了线上线下的销路 再也没有出现滞消之类的问题 我父母在知晓我养花后 打来了电话 母亲声音尖锐且刺耳 他话里话外都在骂我没出息 这辈子也就只配烂在泥里 我不知道 我的亲生父母 为什么对我有着那么大的恶意 索性我也不再将他们放在心上 我平静地倒 你们那么嫌弃我 今后就当从来没生过我吧 母亲尖锐的咆哮声 戛然而止 父亲匆忙接过电话 斥责我年纪不小了 怎么还那么不懂事 我笑了 反正你们还有一个懂事的女儿 多我一个 还真是多了 父亲叹息一声 说让我好好冷静冷静 便挂断了电话 我深呼吸一口 带着花香的空气 转头便看着学长 捧着满天星大步走来 他将满天星递给我 摸了摸鼻子 有些局促地问我可还喜欢 即使我情绪平静 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不语 我垂眸看花 恍然想起满天星的花语 默默守护 爱恋 有记得从前 我与父母产生矛盾分歧时 周医生总是拧着眉头看我 甚至还会指责我脾气又臭又硬 我亲身抱住学长 他身体明显一僵 而后收紧了搭在我腰侧的手臂 我听到了他的心跳声 一声快过一声 突然就贪恋起了这份温暖 在一起第五年 我和学长的女儿满了三岁 九月份就可以读幼儿园了 因为户口的问题 学长要回H试一趟 本来我是不准备跟他一起去的 可闺蜜知道后 硬是撒娇卖萌让我去看看他 跟闺蜜两年多没见 我也着实有些想他 所以决定跟学长一起过去 到底正是要紧 来到H试后 我跟学长第一时间赶到了当地派出所 他去办理女儿户口的问题 因为要等很久 我索性牵着女儿 在另一边的街道口闲逛 大概是到了陌生的地方 女儿好奇地四处看 连路都不愿走了 伸出手臂让抱 这个孩子被学长惯得有些娇气 稍有不如意变掉金豆子 我抱着他逛了一圈 在一个街口拐角处 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几乎下意识 我抬脚想离开 下一秒 周医生抬头 他视线掠过我后 又猛然回头看过来 我俩隔空对视一线 我抱紧了怀里的女儿 面无表情地别开脸 最熟悉的陌生人 不过如是 余光撇到 周医生将手里抽了一半的烟暗面 而后大步向我走来 我不欲与他有所牵扯 转身就想离开 周医生在后面喊我 李如格 我皱了皱眉 到底停住了脚步 周医生大步向我走来 他看了看我 又愣愣地看着我怀里的女儿 良久 才皱着眉头 带着指责的语气道 女儿都快六岁了 怎么看起来那么瘦小 哈 六岁 周医生不会觉得 离婚后我还会独自一人生下他的孩子吧 大概是意识到了危险 女儿瘦弱的手臂紧紧抱住我的脖子 她将小脑袋埋在我的肩头 闷声叫着爸爸 我安抚式地轻轻拍拍他的后背 进而看向周医生 六年不见 他变化并不大 再次相见 我们没有客套好久不见 也没有相见生厌 我对他的喜欢和愿增 早已在六年的时光里 尽数消散 周医生抬眸看我一眼 视线再次落在女儿身上 她面色有些复杂 眼眸半垂 神色难辨 结合她刚才的言论 我能猜到她的想法 无非是觉得 我的女儿是当年流掉的那个孩子 如此说来 也就是 她到底还是知道了那个孩子的存在 且六年未做出任何表态 不愧是她周医生 我突然有些想笑 笑意还未扯起 浓浓的悲哀 便席卷心头 瞧瞧 我当初眼瞎到了何等地步 沉默片刻 周医生向前走了一小步 你 他的话被另一道声音打断 阿软 女儿听到这道声音 瞬间来了精神 她蹭地抬起小脑袋 对着出现在街道口的学长喊爸爸 学长视线在周医生身上停留片刻 而后大步向我走来 她冲周医生点了下头 伸手从我怀里接过女儿 女儿乖顺地围在她肩头 见获奶声奶气地喊几声爸爸 学长摸着她的小脑袋 笑容极其宠溺 余光 瞥到周医生满是惊诧错愕之色 她应当认得学长 我心底莫名涌上一股痛快的情绪 淡淡到 我女儿刚满三岁 周医生眼里的那抹看到 我女儿时一出的光 缓缓碎裂开来 周医生 大梦六年 也该醒了 学长哄了女儿一会 又看向我 她单手抱着女儿 另一只手伸过来牵我的手 走吧 我点头 自然地牵住她的手 我俩转身刚走出几步 迎面又遇到一个熟人 秦若 读书时她成绩优异 是周医生学生生涯中最大的对手 我记得 她和周医生曾相见两讨厌 在学校里 她和周医生俩人 除了一起参加竞赛 似乎也没有过什么交集 即使迎面遇到 也是相互嫌弃的 别开眼不看对方 秦若看到我时 明显也是一愣 继而不自然地抿了下唇角 避开我的视线 看向她右手边 她右手牵着一个六七岁左右的男童 那个男童在看到周医生时 正开她的手 嘴里叫着爸爸 向周医生跑去 哦 原来如此啊 在这一瞬 我还有什么不能明白的 我回头看了眼周医生 周医生唇角念如几下 别过头去 不敢捅我对视 学长拉我手的力道紧了紧 我若无其事地回过头 跟她一起继续往前走 跟秦若错身而过时 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如格 恭喜啊 我一正 既而冷笑出声 还得信你成全 曾介入我婚姻的小三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 装出虚情假意的模样 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从H市回来后 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 又恢复平淡充实中 夹带着甜意 半个月后的某一天 我在修剪花枝时抬头 看到学长抱着女儿 脸色阴沉地看向窗外 她为人向来温和 相处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从她脸上 看到这种表情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窗外不知何时 站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周医生正站在院子里 跟奶奶说话 眼睛却一直看向窗户这边 难怪学长脸色这般难看 可周医生突然来这里做什么 学长安抚好女儿后 侧手看我一眼 留下一句你别出去 说爸 自己便推门走了出去 我透过窗户 看到她跟周医生在交谈 两个年纪相仿的青年身上 透着不同的气质 各有千秋 我掠过周医生看向学长 视线一惊落下 竟再也移不开 这般剑拔弩张 浑身充满敌意的学长 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模样 我多看了他一会 自己都没意识到弯了唇角 学长推门进屋时 我嘴角的笑意 还没来得及收回 他明显一愣 眼眸伸了几身 意味不明地问我 这般高兴 知他误会了我的意思 我坦然解释 嗯 我从不曾见过你对谁的敌意 这般大 学长文言脸色稍记 他将完积木的女儿拎起 隔着女儿将我揽进怀里 耳朵传来他的声音 去跟他说清楚 顿了一顿 他又道 别犯魂 我站在院子里的葡萄藤下 跟周医生面对面站着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不见 他看上去憔悴了不少 许是来得匆忙 竟连壶茶都没有提干净 衣服也有好几处添了褶皱 这不是我印象中的 周医生会有的模样 他看着我也不说话 空气中一阵静默 奶奶大地受不了这种氛围 拄着拐杖站起身 只说院子里有点闷 他想出去走走 等奶奶走远了 我才率先打破沉默 问道 周医生 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了 但我一直都有个问题 想问问你 周医生死寂的毛礼妇 又染起一丝蜥蜴 我猜 他约摸是以为 我要问他 有没有爱过我 哼 肤浅 周医生清了清嗓音 开口时还是难掩嘶哑 你说 我看到窗户处的高瘦身影 扬了扬唇角 逼近一步低声问道 偷吃的 香吗 周医生愣在原地 脸上表情寸寸军裂 嘴角 念如几字 再不曾吐出一个字来 一种名为痛快的东西 冲上心头 周医生握住藤架的植骨 泛着青白色 对不起 他说出了 迟了六年的道歉 又道 我以为 以为 余下的话 竟是再也说不出口 你为什么 以为我爱他置身 便是离婚 也会独自一人生下他的孩子 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 可是周医生啊 这世上并没有谁生来就是欠谁的 都过了而历之年 你怎么还不明白 我不语 目光淡默地看着他 周医生与我对视 他双眼布满了红血丝 末了留下一句 比如格 你多半是不信的 可我真的后悔了 我一正 继而缓缓笑了 那又如何呢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周医生并不是真正的后悔 他只是看到我离开他后 过得并不差 甚至比跟他在一起时还要幸福 他心里觉得不舒服而已 话而言之 就算周医生真的后悔了 又怎样呢 他凭什么在伤害了我之后 时隔数年 又跑到我面前 跟我说后悔 别在我面前提什么浪子回头 我这辈子最瞧不起的 就是浪子回头 六年不见 周医生还能心安理得地 以为我会生下那个孩子 依仗的不过是我曾经对他 独一无二的偏爱 等到真正意识到失去 他心里接受不了 也是一种必然 我终究比他豁达 并无意与他多做交谈 言语中只催促着他早些离开 周医生离开了我家 却没离开这个小镇 他在镇上找了一家旅馆住下 每日清晨都会站在远处 远远地看着我这边的方向 学长脸色一日比一日阴沉 却尽量不在我和女儿面前露出情绪 终于有一天 学长在夜半趁我熟睡之际 亲手亲脚地穿衣出门 等他走后 我起身偷偷跟了上去 果不其然 学长约见了周医生 我蹲在窗户下 偷听他们说话 一阵静默后 周医生先开口 在来这里之前 秦若已经全都告诉我了 我跟他再次见面 其中原有你的手笔 我心下一惊 又快速平复下来 哦 让周医生崩溃的原来是这个点 学长不渝 又听周医生咬牙切齿道 真是好手段啊 又是一阵沉默 我悄悄站起身 透过窗户留下的缝隙 向屋里看去 那又如何 学长站在白赤灯的阴影下 我这个角度看不清他的表情 只听到他清冷的声音 爱情本就是要靠自己争取 不是吗 学长声音里满是讽刺 我18岁开始喜欢李儒格 28岁更喜欢他 如今32岁对他的喜欢 始终只增不减 而你不同 你骨子里就有着不安分的基因 倘若当初没有秦若 日后也会有赵若李若 李儒格跟你在一起 如同水深火热 机会摆在我眼前 我为什么不能争取 那李儒格如果知道了呢 周医生声音里隐含期待 李儒格如果知道了 你曾经算计他的婚姻 你敢保证 他心里就不会有芥蒂吗 有一瞬间 学长走出了黑暗的阴影 他脸上表情灰暗不明 下一刻 他腹又隐在黑暗里 次日再次看到周医生时 我向着他走了过去 在他开口之前 我开门见山 你们昨晚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周医生眼里 蹦出一丝蜥蜴的光来 他抿了抿唇 如格 我和秦若之前并没有 一切都是 我态度冷硬地打断他 之前咱们的婚姻 本就不幸福 你对我不曾上过心 你父母包括你妹妹 更是认为我嫁给你是高潘 从不曾接受过我 离婚六年 你我已各自有了新的家庭 你突然不远万里跑来找我 对得起 我止住话头 冷笑 周医生 到底夫妻一场 别让我看不起你 周医生眼里最后一丝光 彻底熄灭 缘分到头 好聚好散 我将周医生说过的话 原封不动地还他 远处 学长抱着女儿 在冲我招手 我仰起唇角 越过周医生 大步向他们走去 女儿在中间 我和学长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我们一左一右 牵着女儿的小手 向花田深处慢慢走 阳光依旧灿烂 所有的日子依旧美好 一段婚姻的终结 并不是不幸 而是迈向下一站幸福的开始 生而为人 总会遇到 这是各样的艰难险阻 你只需秉持初心不变 会有人愿意穿过层层迷雾 奔你而来